首先 第一組要踏上我們今天的 星光紅毯的 就是我們今晚的典禮主持人 曾寶怡 你看這一身穿搭 就是個女神的氣勢 好 寶怡是首度主持電視金鐘獎 因為今年被台劇大爆發給吸引了 她覺得如果不接下 這一次的主持工作就太可惜了 掌聲尖叫我們的典禮主持人 寶怡 你看看 你看看 這一身穿她戰袍先自己來講解一下 而且寶怡姐昨天已經是紅毯第一美了 你今天是不是又是紅毯第一美的氣勢啊 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 連訪 就是我覺得我之所以這麼隆重的 準備今天的服裝 我就想告訴大家金鐘獎真的很重要 它是台灣戲劇界的最高殿堂 所以我一定要用最高規格 來面對今天的紅毯 今天晚上的典禮會不會準時其實不是主持人能夠決定的 我覺得是所有共同參與這個頒獎典禮的 不管是入圍者 得獎者 頒獎者 表演者一起決定的 我想我們今天會讓所有人都有一個兵主敬歡的晚上 大家敬請期待 然後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因為全台灣都在看 畢竟這是台灣戲劇的最高殿堂 今天也是星光翼翼所有的明星都出現了 但是我就盡力做到最好 主持人就是一個服務行業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開開心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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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謝謝 謝謝